对于国防部寄出的惩处 很多民众认为太轻了 因此呢 动保团体就号召了民众 今天指导国防部来抗议 他们高分被向海军将官们呛瞎 国防部长冯士宽呢 也现身回应了 他承诺会重新来考虑处分 但是一切在移送法办之后呢 国防部的权责也就很有限了 结果让在场的民众情绪更不满 而就在冯士宽离开之后 海军司令黄树光 他独自面对群起众怒 也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怒喊自己比在场的各位更爱动物 动保人士指导国防部 一个个高分被指教 因为国军虐杀流浪狗事件惹众怒 逼得连国防部长冯士宽 也得在雨中现身出面道歉 我们一定会重新考量 这个五个人的处分 再给你们报好吗 动物保育法 还有我们法律的规定 通通再给全军宣导 动保人士聚众到国防部抗议 冯士宽放低姿态挺身面对 也重述一切以移送法办 国防部的权责有限 再次引起民众不满 包含海军司令黄树光等将官 全程陪同在旁 但情绪激昂的民众 确实一句都听不进去 更不接受法办的事实 叫上冯士宽的现身 叫动保团体表定记者会 早三十分 让见不到部长的民众 怒气全出在海军司令身上 或许是有理说不清要解释 民众也不愿听 不断用扩音气急怒吼干扰 让黄树光按捺不住情绪 冷静一下再次回应诉求 拉开嗓门再次将国防部 未来计划解释给在场民众 但显然是平息不鸟众怒 民众更怒呛军扎 要犯案三人出面下跪 甚至扬言要吊死凶手 让海军将官们 一个个都不敢离开现场 安抚大家情绪 但掠狗案持续延烧 海军士兵不尊重生命的后果 面对舆论批评 军方高层也只能亡羊补牢 欢迎订阅邦王威 台北采访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